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的成熟与年龄、地位、财富都没有关系 更多的体现在举手偷足间 成熟的人往往有三个明显的标志 一、成熟的人有边界感 懂得亲疏有别 成熟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对边界感的清晰认知 水无界,则世间处于汪洋之中 万物俱损 水有界,则系统稳固 万物生长 保持适度的边界感 才能拥有舒适的人际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 有边界感的人总能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但总有人边界感模糊 常常会给你压力 问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怎么还不结婚 没有边界感的人 往往让人想要疏远 有时候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而那些知身前懂进退 有边界的人 人际关系更好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 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 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 哪些事是别人的事 守住自己的界限 不逾越他人的界限 让边界感更清晰 边界感某种程度上等于安全感 因此一旦你的边界清晰 你会发现 一切关系都会健康起来 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 亲密关系中 边界感很重要 两个人相爱并不意味着 两个人能互相融合 彼此既有共同区域 又有明确边界 这样的伴侣关系才能长久 在综艺《幸福三重奏》中 谢南被问到 婚姻中自己和吴京做过哪些妥协 他说 其实两个人根本上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要给彼此留空间 有边界感是很重要的事情 亲密关系与自我边界 并不冲突 你有边界 你爱的人也有边界 他的想法和你同样重要 双方都应该分清 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边界 将真正的爱付出实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自己和他人的成长 吴奇隆出席一个活动时 被粉丝要求合影 其中一名女粉丝 伸手向往吴奇隆的手臂 遭到了吴奇隆的拒绝 他提醒说 小心一点 我有老婆 朱雅文也有过类似的举动 有一期快乐大本营 何炯让朱雅文表演一下怎么撩妹 并且要给吴欣一个公主抱 朱雅文说 还是抱何老师吧 何老师开玩笑地问他 是不是嫌弃吴欣太重 朱雅文解释说 不是 我结婚了 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 演员的搂搂抱抱是在所难免的 没有谁会质疑这种安排 但是 朱雅文却觉得 自己是已婚之人 言行举止都要对另一半负责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自己心理上能够接受的 行为上的清理程度 这种程度 就代表每个人的心理边界 任意一方跨越界限 都是对另一方的侵犯 允许打破自己的边线 也是给了对方侵犯自己的机会 边界感强的人 在与人交往中知道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也清楚自己能够接受什么 不能接受什么 既尊重别人 也保护了自己 或多或少 我们每个人在人际交往中 都会因自我或他人界限感的缺失 而陷入压力与焦虑之中 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 互相靠得太紧 会觉得刺痛 彼此离得太远 却又会感觉寒冷 保持合适的距离 明晰自己的边界 才能拥有简单的人际关系 活得轻松自在 二 成熟的人 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 三国演绎中 关羽最后被东吴所杀 与他曾经羞辱过孙权 有直接关系 孙权曾派人向关羽提亲 表示愿成为亲家 可关羽可不给他面子 对使者大骂道 虎女安能配犬子 不管怎么说 孙权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一方霸主 关羽这话给孙权气得 发誓要将他碎尸万段 不愿意将女儿嫁过去 那就委婉一点拒绝 真没必要说这样的狂话 给人家心里添堵 给别人添堵 只会招来他人的嫌弃和厌恶 著名文学翻译家 傅雷和妻子朱梅富 在文革期间应不堪受辱 而双双选择自杀 在此之前 傅雷特意留了一封遗书 委托妻子的哥哥料理后事 代付房租 转交六百元给保姆周局地 担心他在乱世中 无法一下子找到工作 生活没有着落 不想他无故受到连累 帮朋友沈中璋修了一只手表 请交还 留下一些现金作为火葬费 简单的话语 字里行间却包含体贴的温情 不希望拖接任何人 给别人带来不便的他们 走得干干净净 甚至在自艺前 还不忘心在自家地板上 铺一窗棉被 以免上吊时踢倒凳子 而吵醒熟睡的邻居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人潮涌动的车站 一位年轻女士 急匆匆地赶到售票口 由于赶时间 他找到了排在队伍 靠前位置的一位男生 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并请求站在男生的前面插队 男生说自己不赶时间 爽快地答应后 竟然走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女士惊愕地跑过去问道 为什么你要重新排队 男生轻轻一笑 我不想给后面的人添堵 毕竟需要多等一个人买票的时间 不给别人添堵的人 利人利己 到哪都受欢迎 让人情不自禁地 为他的高尚品德喝彩 在考虑自己的同时 也顾及他人的感受 举手托足间自然得体到位 因此也更容易让别人高看自己 三 成熟的人不纠结过往 了凡四讯提到 从前种种必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必如今日生 往事皆成锅眼云烟 无需记住 未来种种不必担忧 今日便是全新的开始 有句话说 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还会错过群星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寒冬来临 院子中的花草树木全部凋零 小徒弟看见满地落叶 心生哀愁 看见师父正在打坐 不禁问道 师父 您平日不是最喜欢这些花吗 为何您不难过 师父说 昨日我也为他难过了 到了春天 百花齐放 花团锦簇 整个院亭甚至好看 小徒弟开心地到处晃游 而师父则在一旁 正在打扫庭院 小徒弟深深疑惑 问道 师父 花儿这般好看 您不开心吗 师父笑着说 昨日我也为他开心过了 人生在世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爱恨情仇 兼成云烟 苏氏曾被张纯屡次迫害 张纯甚至一度贬苏氏到海南 想让他老死荒野 可以说 苏氏半生贬低的命运 几乎都是拜张纯所赐 苏氏大赦之后 张纯的儿子张元 给苏氏写信 希望苏氏对张家网开一面 不要打击报复 而苏氏在回信里 说了这样一句话 但也亡者 更说何意 这样的迫害 被苏氏一句 更说何意 轻描淡写地带过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提了 不仅如此 他还给病中的张纯 寄去药品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真正成熟的人 不会让太多过去 占据自己的现在 不会让太多的昨天 霸占自己的今天 韩信年少时 刻苦读书 书读兵法 心怀定国安邦的 伟大报复 由于父母双亡 家境贫寒 只能靠钓鱼 换钱维持生活 经常遭到 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人当众羞辱他 你虽然长得高大 喜欢佩戴刀剑 其实是个胆小鬼 又说 有本事的话 你就用你的配件赐我 如果不敢 就从我胯下爬过去 韩信自知敌不过 为了不吃眼前亏 他当着众多观众人的面 从那个人的胯下爬了过去 后来 韩信受到刘邦的重用 帮助刘邦一统天下 之后又做了楚王 成为楚王的韩信 召见那个曾经侮辱自己 让他从胯下爬过的人 封他为中尉 并告诉朱将 当年他侮辱我时 我本可以杀了他 可是我也不会因此扬名 所以忍了下来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真正成熟的人 往往有博大的胸怀 豁达大度 不纠结过往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